半導體晶片是大國兵家必爭的戰略資源 台灣握有先進的製造能力 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具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許多高科技產業都仰賴台灣所生產的先進晶片 用關鍵之要來形容台灣半導體產業並不為過 相對的半導體產業更是台灣的護國神山 不但象徵著國家的認識力 更關乎到台灣的經濟穩定 甚至是整體國家安全 基於此蔡英文總統在今年的國慶演說中 特別提及維繫台灣在半導體尖端科技的優勢與能量 尤其是確保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 今天的國際新聞評論要來談談 台灣半導體產業牽動著全球供應鏈的重整與配置 但是西方國家相當憂心 受到台海形勢的衝擊 台灣該如何鞏固半導體產業的優勢 以及中國會因為仰賴台灣晶片而克制不對台灣動武嗎 蔡英文總統在今年的國慶典禮中發表以給世界一個更好的台灣 堅韌指導韌性國家為題的重要演說 外界都在關注她今年的演說中就國際形勢及兩岸關係提出看法 除了延續過去對於維持台海現狀的承諾以及重申四個堅持的立場 這次演說最大的亮點就是提出四大韌性 主軸圍繞在經濟產業社會安全網 民主自由體制及國防戰力等面向 其中針對建立具有任性的經濟與產業中 提及鞏固半導體產業的優勢 呼應當前的國際情勢 當然台灣半導體的重要性已是全球公認的事實 日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接受媒體專訪時 曾表示倘若中國對台灣進行軍事攻擊 台灣生產半導體能力因而遭到破壞 那麼將會對全球經濟帶來毀滅性的影響 他的說法除了要強調美國制定晶片法案的必要性之外 更是展現美國拉攏台日韓籌組晶片四方聯盟CHIP4的意志 當然這都證明了台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地位與價值 維護台灣晶片生產的穩定 不只是經濟利益更攸關著安全穩定 就在不久前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也同樣接受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專訪 他被提問中國軍事威脅對台灣半導體的影響時表示 如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首要之物是經濟福祉 那麼中共將會有所克制不會攻打台灣 如果戰爭不幸爆發 中國就算佔領台灣台積電勢必會被摧毀 而台灣所擁有的一切優勢也將會被摧毀 張創辦人的說法除了凸顯中國入侵台灣 將對全球帶來巨大衝擊的意思 也點出中國對台威脅恫嚇的限制 其實對中國來說1980年代至今所累積的經濟能量 以及建立的經濟開放模式 可以說是很難再回到改革開放前的鎖國狀態 中共如果要拋棄經濟穩定 對外窮兵獨舞 甚至向西方國家宣戰攻打台灣 那麼勢必會犧牲國內社會穩定 甚至是不利中共的政權穩定 尤其是當前經濟陷入困沌之際 在沒有掌握新進生產技術的狀態下 玉石聚焚摧毀半導體產業的代價 不僅會斷送技術引進 更難以自主研發 就算是大煉心也終將會失敗收場 從張中謀的說法來看 有著深謀遠見的意涵 她的話主要是要說給北京當局聽 台積電作為全球晶片主要製造商 所擁有的技術 並不會因為強戰而剽竊轉移 言下之意就是要向中共警示 中國不但無法取得高階晶片的生產技術 如果對台灣軍事攻擊 反而會讓自己陷入窘境 全球經濟因此而面臨毀滅的危機 中國也難以脫身 甚至可能遭來西方國家的報復 張中謀就是要向中共表達 維持現狀的重要性 不要誤判情勢冒進而導致無法回天 布林肯及張中謀針對台灣半導體的看法 也顯示蔡英文總統在這次國慶演說中的重要意涵 蔡總統要向全世界證明台灣會維持 以壓制中國蠢蠢欲動的入侵野心 對台灣來說 半導體產業確實是台灣國立的象徵之一 但如果僅靠晶片研發與生產 以及融入全球供應鏈的做法 恐怕還不夠 這也解釋了為何蔡總統提出的四大韌性 還包括了國防戰力的提升 畢竟台灣提升自我防衛的意識 除了是要維護區域和平穩定 也是要向中國展現台灣守護國家安全的意志 換言之半導體晶片生產對台灣的重要性 不僅只是關係到科技產業的發展 更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國家任性 半導體的角色不言而喻